适当而且规律的标准的体育锻炼 都可以增强患者的体质 它不光可以预防肺癌 它可以增强体质 可以抵御多种肿瘤 但是对于肺癌来说 那么在运动的时候 一般建议患者 建议要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运动空间 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运动员 经常在清晨的时候 在马路上奔跑进行沉练 实际上这种并不能起到一个真正的锻炼的作用 反而吸收了大量的有毒有害的汽车尾气 诱发肺部的肿瘤的发生 那么我们建议的患者的锻炼 要选择一个比较空气清晰的一个环境 另外锻炼要依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 选择合适的锻炼方式 首先一点是不要过于疲劳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